各位网友 各位同胞 大家好 我是老鼻蓝 欢迎来到民主阵线 现在我们对亚太这一边的情势 以及我们的敌人 做一个分析 几个事 我们一起讲 第一个 巴以停火 说是说短暂停火 但是说以色列他能答应 也正是说明他 这个前线 作战实力不咋的 也扛不住 也需要修整 也需要修战 补充物资 干药 然后哈马斯放了50名 以色列的妇女儿童 第二个是美非宣布南海联合巡航 解放军大规模军事演习应对 全都是放的 全都是舰队空导弹 都是打飞机的 你不是喜欢飞吗 这个暗置反舰导弹在南海这边 美非在中国面前显得很昌败无力 这个菲律宾好像要搞个40条船过来运补 我们要做好准备 第三个事情 朝鲜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威星 给美日韩当头一棒 笑死我了 暗天文雄吓得半夜从窗上爬起来 我们这几个事我们一起先来看一下 首先看一下 以色列哈马斯同意暂时停火 相互释放人质 以色列内阁10月21日举行会议 讨论与巴勒斯坦极端所谓组织哈马斯 不能叫巴勒斯坦极端组织 人家就是一个正义抵抗军 我们称为哈马斯正义抵抗军 啊 释放人质的协议 最终有关协议获大多数内阁成员支持 意味以哈双方有望暂时停火四天 由美国政府高层层 预计哈马斯释放名单中将包括三名美国人 以色列10822日报道 以色列内阁同意停火数天 并释放多名巴勒斯坦妇虏 以及隆许向加拿地带 运送更多的燃料和轮道物资 换取哈马斯释放大约50名人质 报道提到 极右翼政治中派犹太复国主义 虽然对该协议内容表达不满 但最终人投下赞成票 而另一集团右翼犹太力量 这是唯一反对协议的政党 总理尼泰尼亚胡的办公室 其后发表声明 称50名妇女儿童会分四天释放 现今议会暂时停火 但没有透露是否做出浪步 只强调会争取所有人质 回国及安全消灭哈马斯 宣保加沙地带不会对以色列构成威胁 哈马斯则表示 50名在加沙的妇庐将被释放 换取以色列释放150名 8人妇庐 同时数以百计载有的人道 医疗及燃料物资 货车将可前往在加沙所在的地方 另外 以色列承诺停火期间 不会在加沙攻击或拘捕任何人 届时加沙北部的空中交通会 每天暂停6小时 南部则完全停飞 内坦尼亚湖在召开及其内阁会议前 已向战事内阁及国家安全内阁提交协议内容 他在出席全体内阁会议时提到 协议包括战事停火 以及人质分阶段获释 他又称 美国政府协助改善了协议内容 令更多人对纳禄 但他强调 战事之后将会继续直至以色列达成目标 这个以色列呢 说句实在话 他要是按照他过去那个思路呢 是因为他也已经走不下去了 过去呢 这个话有多说的有多狠 在行动上就有多垃圾 这也是一个事实 也是一个事实 以军我们也看到 他们前线自己士兵都录的这个音频 在前线被打得落花流水 打得满地爪牙 对吧 然后这个 找奶吃 找我妈妈的奶吃 所以说呢 以军现在地面部队损失也是相当惨重 等于说这次的协议呢 就是汉马斯取得阶段性胜利 而且我也说了 这个到现在以色列 375平方公里的 类似于上海的一个小镇 一个街道的一个地方 他居然吃不下来 他居然吃不下来 所以说呢 你说这打了这么久了 你说你中东小霸王的实力 到底在哪里啊 咱也没看到 其实这个协议 他之所以停火 之前不是以报社停火吗 还是主要有两个原因 第一个原因 是 也门胡塞武装的原因 为什么这么讲 你们胡塞武装直接在红海 劫持这个以色列的船 包括美国盟友 像日本的这些船 这个对以色列的打击是挺大的 这就是什么意思 你这个海外贸易还要不要进行了 对吧 你这个对海外贸易还要不要进行了 对吧 而且我说过 你派以色列军舰 或者美国军舰过去帮你 他军舰 为什么美国的军舰 停靠在红海的北端 埃及这一侧 北部这一侧 他不敢停靠在也门那一侧 他都是有原因的 为啥 也门胡塞武装 有反舰导弹 打死你 好 所以说呢 现在这样劫持军舰 基本上是无解的了 就跟他妈打NBA 天沟甲巴尔一样的 那个动作 天沟这个动作是无解的 人家防不住 防不住 包括什么凯文杜兰特 他要是他妈的开启这种得分模式 都是无解的 所以说呢 那只能够先暂时停火 第二个原因是什么 你太极右翼了 这个路还是行不通的 你说不要人质 就说 来啊 劫持一个人质 威胁你 你说来啊 你太天真了 一枪把我 劫持的你的家里人 一枪给打死了 然后你说 然后就跟我讲 来啊 你看 我哥被我枪打死了 你威胁不了我了 马屁 啪 一枪把来要毙了 你干这个事 你给人什么感觉 家里人是不是觉得 你是个什么东西啊 对吧 你是个什么东西 那我们的安全 是不是没保障 是不是意味着 我们被随意绑架 被哈马斯绑架了 你也不会来救 让我们自生自灭 那毕竟你还是有政党 有反对党 那是不是都要来反对你 你就没选票 还有 那这样的话 给以色列人不安全感 妈的随手随地都会被绑架 那是不是要坐飞机跑 尤其是有身价 掌握生产资料的那些人 对吧 这一次被以色列 被哈马斯绑架 很多都是住在这个 靠近巴勒斯坦这个地区的这些 以色列南部的这些掌握生产资料的人 这些有钱人富人 把他们给绑了 顺便的 再绑一些 父女儿童 还有这个以色列那些准将 还有一个准将 差不多还在那 在哈马斯那 你怎么办 所以说 所以说他的这个 都是在自己打耳光 话说的那么狠 对吧 思想的巨人 行动的矮人 光说干话 这个过多的干话 就证明上行动上是不足的 所以才会说狠话 所以这个以色列也就这样了 所以这个仗呢 其实到最后还是会挺活 他也搞不了哈马斯 他也搞不定哈马斯 这是一个事 第二个事呢 解放军今明在南海 展开军事级实弹训练 反制美非联合巡逻 意味农 美国与菲律宾21日起 在临近台湾的菲律宾 北部海域 启动为期三天的联合海空巡逻 中国海事局网站 同21日发布的航行警告 所以解放军22日 即23日在南海进行军事训练 期间船只禁止实陆相关区域 以上军事训练及实战训练消息 分明由海南省 清南海事局 三亚海事局发出 今天22日上午60至傍晚6030分 以下23日早上830分至下午50间进行 你美国跟菲律宾 刚刚跟中国谈完 牛脸就他妈的在靠近 在菲律宾北部靠近台湾这里 进行联合海空巡逻 你是越来越想介入台海这个事了 就是老兵说了 就是台湾现在这个情势很凝张 因为拜登他已经得到了准确的 就习近平给了拜登一个准信了 我就是要武统的 崔天凯也说了 替中共说了 咱们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对不对 这个话一讲 你看美国马上飞机起降台湾 在钓鱼岛 钓鱼岛这边叫日本 要来跟解放军来搞事 什么拆除浮标 这个事不就是离境台湾的事吗 美国跟菲律宾巡南海 在这边不是南海 在巴士海峡海空联合巡逻 这靠近台湾九十几公里 对吧 这不是来牵制中国的吗 那就在这搞实战演习反击呗 而且实战演习内容全是舰对空发射 舰对舰 对吧 你有多少条军舰 你有多少个飞机 海空 是吧 好OK 没问题 要打吧 咱就摆开架势来吧 好吧 所以对他们就别客气 咱们就不需要任何的客气 然后还有一个 就是菲律宾最近可能要组织 四十艘运捕船 大规模 到南岸礁这边来运捕 他说你中国不是有三十八条军舰 和这个 兵舰吗 那我就弄四十条船 我看你怎么拦我 你四十条 你弄四百条过来 解放军照样有办法拦你 弄不好 咱们就直接就开火 就开仗 开火 开仗 对吧 所以你菲律宾小马克思 刚跟习近平 谈完 牛脸就干这些事 跟这些 谈翻的意义在哪里 谈的意义在哪里 共同的意义在哪里 所以我说过 菲律宾还是要以辅 日本也要辅 主要还是把台湾给拿下 现在北京也是在这么布局谋划 我觉得这是正确的 巴营那边也打不下去了 是不是 打哈马斯打成这个B 俄乌呢 就他们一潭死水 对吧 乌克兰呢 在那边就 反正人口 五千万人口打没了 这是他们的目标 你记住 宵禁五千万人口 这个土地到最后就没有乌克兰人 他们就全部停火了 然后就全部可萨韩国建国了 然后还有一个事 这个朝鲜成功发射军事侦察卫星 不是一直说这个军事侦察卫星吗 一直宣布军事侦察卫星 韩国宣布退出919军事协议 恢复对朝韩边境的军事侦察 已经这个监视 监视 那不是你美日韩想要的吗 局势该再紧张一点 没事你韩国日本不是威胁着说要把朝鲜发射的卫星给打掉 你怎么没打 都在吹牛逼说干话的 自欺欺人的 岸田文雄夜晚吓得紧急起床 凌晨紧急起床 到战情室去指挥 他怕这个发射的这个卫星不是这样上空的 是这样子直接打到小日本这边来了 所以我说这个地方小啊 国家小 他心情就很狭隘 很害怕 生怕哪一次他妈个逼的 啊 一颗导弹就带着河南就过来把他给爆了 大家要知道被核弹爆过的民族 他的内心是扭曲的 他很害怕 啊 扭曲加害怕 啊 特别有意思 哇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啊 所以说 现在东亚这边的局势 你要紧张 咱们就给你紧 真紧了 啊 我看西方好像每每西方还有每日海好像啊也就也不就那么一回事吗啊 谢谢各位支持 谢谢啊 行啊 Bravo 来吧 感谢观看